各位观众, 读者, 大家好 欢迎来到正情时趣二人组 我是林云生 这次我们请来以前是普普选反占中大联盟 现在是反欲华反港独大联盟的副招责人 陈勇先生, 欢迎你 林先生,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陈勇, 你在建制派来说 都算一个形象鲜明的人 我很记得汤家华辞职普选那一次 那些记者就来问你, 会不会参加普选 当时你有一个形容很有趣 你就是建制派的超级执波仔 叫你去就去, 叫你不去就不去 这次做反欲华反港独大联盟的副招责人 是谁叫你去执波的呢? 是我们很多支持者 我们的选民 上一次固然是这样 这次更加群情汹涌 因为这次这两位 又是另外一位梁先生 加上那位游小姐 即是梁游 但他们真的不知道梁游多浅 所以变了, 有时别人说 无知可能最无谓 他又不了解历史 又不了解究竟这个世界上哪一边不能玩 你玩炸弹呢? 首先会炸自己的 所以我们希望香港正义的市民 有些精能量, 或者守护着香港法治 一出现这些小的火头也好 大家应该出声 甚至有力行走出来 这样的时候才能真正守护着香港 要不然当它变成火灾的时候 你想去救, 可能香港付出的代价更加大 所以就义无反顾 同时我们也见到义无反顾的人都非常多 星期三, 立法会大会那天 我就有去集会现场 都见到立法会示威区是全装的 迫到去草庭那边 郑仲冬那边都是随之不通 去到和府中心通往郑仲冬那边 都是去到十点多 不断地还是有些人走来之前 那场面就令人感动 对比他们呢 梁游, 你所说 他们晚上又发起一个集会 总共有小猫三四只 报纸就说三十多人出席 对比之下 民心向背很明显的 亦都希望这个情况 可以被赌政府一些决心 就是民气何容 今次真的要站硬 我们看到香港 任何人如果发假誓 那个刑罚是刑事罪很重的 如果候选的立法会议员发假誓 按道理应该准立法者是最佳一等的 但都知道它是假的 你没可能当它是真的 而且按照法律 它应该首先受到法律的规限 甚至制裁 因为它违禁法 这件事未解决 没有可能被它成为立法议员 无论法律在前方面 另外一个比喻 大家看到了 我们现在机场全部用SARS体温 SARS大家到现在想起都有余悔的 如果一个扩认了的 发高销而且大菌者 SARS病毒 向机场都应该难下来 去医院查清楚医疗 去治好它的病 有什么理由放它进来 如果变成社区爆发的时候 到时就会对香港是灾难性的 当年我们看到 无论孙中山先生 毛泽东先生 或者现在的执政党大家 所对动的 为了自己的理念 是不惜抛头脑耍热血的 他们从来不会掩饰 孙中山有没有参与过科举的 是啊 他要反清他就不会参与科举 而且他们不会成为清朝的官网 你不认识清朝没有任何人 但是那两个人是想做的 所以这种就有些 人家说的 小朋友玩泥沙 其实他知道父母不忍 去痛打他 或者趕他出门头 他才玩得这么尽 而反映一样 香港无论去做建制派 尤其做反对派 或者甚至自己的意识形态那种 你如果不具备那种领袖的水准 和那种犧牲精神 是一事无成的 这种不单止做他现在所谓 后任议员什么都好 做任何事 你想成为领袖 你必须有所坚持有所牺牲 而且要有那种自为 带领你的支持者 去实践你的目标理上才能 那两个就差太远了 正如你所说 粮油几千斤都未必知道 是的 说回大联盟的活动这边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接着再来 如何搞下去呢 大家看到星期三那天做得很好 万人空旱 万多人包围立法会 但是当中很多人都要上班 也有些老人家来 都未必那么方便 就是我在现场看到很多 譬如有东关中队 当年抗日的老字事都来到 是 他们当年亲耳听过日本人用指纳 去侮辱中国人 今时今日 他们就最有资格出来痛斥 这些数点望中的年轻人 是 但是对他们来说 毕竟年龄卖了 再来也不是很方便 也都是 年轻的那些都要上班 很大部分就是 不像对面 可能有些人 可以无所事事 玩足七十九日战中 那 建制支持者 多数都是 脚踏实地去找食 再搞下去 就 事情就未完 如果法庭开始审 起码是11月3日 之前还有一天 就是11月2日的立法会大会 你们会不会再搞集会 还是考虑用其他方式去延续下去 我们现在在看事态的发展 正如我和我们社区里面 和街坊朋友大家谈的时候 大家相信一样 香港是法治之区 我们所做的事是 依法办事 无论任何人都应该这样 这样才对得住香港七百万人 而且才能够保持到 香港的长治求安 大家 政见不同 还可以谈 但是如果有些人不守法 不维护法治 最后会害死整个香港 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就是什么呢 看着事态的发展 例如如果法庭的判 判它是怎样 我们相信政府那方面 包括现在很多民间的朋友 都申请司法复合 同时我们都要看到一件事 只要是合法的手段 当然有些人会说 除了司法复合 现在主席的权利 甚至中央会不会有白皮书 甚至到最后一刻 会不会有人带释法 等等这方面 以前很多人都试过 只要是合法的手段 我们觉得都值得考虑 因为在今次这一件事件上 它是民族大义 大原则 不能退让的 我们这集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多谢陈勇先生来和他们探讨了这么多 希望大家继续贴着HK之部正情时趣二人组 再会